我們在京都 大哥的攝影機這樣可以嗎 可以可以他們可以 好OK我們繼續 好 很久沒在台灣出席活動 七百有回來啊 你看你們就沒有來 這種很久了 活動喔活動確實挺久的 因為現在就是 回來比較少 廠商他們在做活動的時候也不會 比較不會想到 找我們 太直了吧 不可以這樣沒有啦 明明就找你來去巴國欸不是啦 我的意思是說就是 確實時間的 分配上面我們就是 沒有沒有 就每一個地方消耗的時間不太一樣 而且我回來每次我回來 的時候我都比較會 花時間在就是要不去看 我媽要不去幹嘛 所以時間比較 要花費在這個上面 當然如果有 就蠻穩定的吧 還蠻穩定的 然後他跟我們那個 照顧他的那個外勞 兩個人就感情很好 會吃醋嗎你 欸你 你沒問我還沒有往那裡想喔 你問的時候有時候會覺得 有一點就是說 因為他 我媽現在跟我講話講一講以後 他會很直覺的 比如說欸你要 我說媽你中午要吃什麼 不要 他會欸 他會先看他 再反應就是今天要吃什麼 那因為照顧就是這樣嘛 因為他現在是主要照顧者 是啊對啊 天天24小時相處 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其實是一個很特別的 因為我爸以前也是他照顧的 然後現在 就是他們在這個照顧的情況下 會有很多 我覺得會產生很不一樣的情感 嗯 他在你們要看嗎 對不起 蛤 他在你們家幾年 喔 可能 喔 四年多 四年多五年了 因為他回去過一次 三年要回去嘛 他回去過一次又來了 就覺得我們家待遇很好 哈哈哈 主人都不在 哈哈哈 對 老闆老闆娘他們都不在 這樣子我才要回來 對就是就是 沒有我沒有不太會遙控他 因為我們一開始選的時候 我當然這個是每個人 第一我們運氣很好 我還是必須說 我就覺得我人生運氣很好 第二是 因為他一開始中介的時候 有給我們照片 選照片嘛 然後你選到 看演員 然後因為他圓圓的 然後就是眼睛也圓圓的 你就看起來 就這個人就不會很糟糕 然後來了以後 也確實是那樣 所以他大部分的時候 都是其實他們都自己可以 作動得很好這樣 因為我媽目前也還沒有太複雜的情況 那就是有陪他講話啊 給他看 就是想也想不到 我媽最喜歡看就是以前 竹哥亮的歌廳秀 欸真的很好看 還會笑啊 還會笑啊 他不然就是有 還就是以前的那個電視節目 又說台語嘛 然後他們聽起來就不用翻譯 腦子也不用翻譯 他們很直接就 你們家裡會看那個嗎 我們家還好 但是我們家長輩很喜歡看 智春劍 喔 智春劍 我覺得很好笑 那個也是 能不能解的一件事情 好喜歡好喜歡 欸那個很好笑啊 對啊 算好笑 而且長輩90幾歲 所以奶奶起來 而且 因為極速就那一些嘛 對 一直重播 可是你 喔 一直重播 可是還是可以一直看 對 其實 但其實我也是 因為有時候我會就是FB 或是什麼 你會看到 你看我不管什麼時候 只要我看我就會停下來 然後聽豬哥亮跟余天 你知道他們年輕的時候 開那種玩笑 什麼你來我家打牌 我打什麼 輸了 什麼誰贏 你作弊 什麼之類的 不知道為什麼 怎麼那麼好笑 那你會讓 要自己 譬如說 逢年過節一定要回來 你看 我會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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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年我通常就會回來 除非有很意外的情況 但我也都會提早或延後 不會不回來 然後 我會比如說這次搭 七月我回來了一次嘛 然後 現在是九月 兩個月 我覺得還在我的Range 如果我三個月都沒有事情要回來 我就會直接回來 喔 平均兩個月最強的 對對對 我希望 因為我希望就是 就是這個頻率 但因為其實 有小孩 你們都 有的人有小孩 有的人沒有 有小孩以後時間過太快了 你明明給自己想說 喔我兩個月回家一次 其實 聽起來也 不是很過分對不對 也不會很 眼睛一眨兩個月已經過去了 他們會不會規定你說 說爸爸你一次不能出去多久 你說我小孩喔 對 因為我都會 是喔 因為你是媽媽啊 他會規定我老婆不會規定我 對我來說 他說我這家裡是多餘的 你知道嗎 他們會規定我說 我沒有地位 我會說你覺得 接受最久我可以一次出國多久 然後小的就說五天 再大一點 嗯 八歲 八歲已經很清楚 天數 然後再大一點 十歲的時候他就說 可以七天 喔喔喔 可是現在他們整到一個國一了嘛 他現在是自己跟朋友自己出國了 隨便你 你想去哪都可以 所以他們會打電話跟你說 爸爸要回家了嗎 他們不會 我老婆不會 他們不會 他們會說 睡覺的時候會說 爸爸咧 對啊會找啊 然後爸爸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那我老婆會 跟他講說 比如說我去工作啦 然後我現在 因為我不在劇組嘛 所以我出去的天數 大概都是天可以算的 就比如說三天 兩天這樣 所以他們就會 就小孩子還小的時候 還沒上小學 他們沒有天的觀念 他們對時間的那個伸縮 是很莫名 就是跟我們是不一樣 他沒有天的觀念 因為如果我老公晚回家的話 我就會暗示我女兒去 打電話給他 還好我老婆 還好我老婆不是這種 會挑起紛爭的人 其實這樣不錯啊 一打他就馬上立刻回家 馬上回家說故事啊 可是因為我是很愛回家的人 就是我比如直播 你不用被摳就對了 我不用我直播 因為我覺得帶我兒子去上學 這件事情 就我常常有時候 比如說晚上我在直播完結束 可能十二點之類的 我開車回到家三點 早上七點八點 就要起來在家上學 但是我即便是那個時間 我也會回家 就是回到家幾點 我都會回家 除非我是有接下來的行程 我的個性比較是 我沒地方跑啊 比較愛家 不是比較愛家 我其實是沒什麼搞頭 外面也沒什麼朋友 就是因為我爸就是這種人 就是愛開車 不是我當然是坐車啊 我也不會自己開啊 我有自己在開 不是剛買了新車嗎 新車是在台北啊 新車那個我在台北買車是興趣 我這次等一下有不得已的時候 我才要拿出來擋住他們的罪 看沒有哏 對 萬一的時候 還有鴨箱寶就對了 對對對 先把鴨箱寶講一講 你們先問吧 讓我們跟你提早結束 我們先看看 哈哈哈 結束了 結束了 沒有啦 沒有啦 我就是最近 從那個 我們去玩巴黎 我上一次回來以後 我就去找 我想要買一台新的車 然後就買了一台新的車 我昨天回來的時候 就去開了那個新的車 買了一台Toyota 你們想知道什麼車嗎 方便說嗎 方便說 這個 車號你說一下 車號你說一下 方便坐資料 欸 要跟我的車也太辛苦了吧 一年我只有幾天在台北 你要他等到什麼時候啊 就我買了一台 他就跟你不要照片對不對 不會 不會喔 大家不會有興趣 我買了一台Toyota的GR Yaris 那麼小 對 但是那個 是GR Yaris喔 比較厲害的 厲害的 那是厲害的 欸你趕快動作 我是大學生嗎 Yaris 我買的是高級的 厲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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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八九十萬 對 他是一個拉力的賽車 然後市售版 然後我就 很想講這一段 很想分享啊 我還 對啊 你們都沒有興趣 我真的 男生有人知道GR Yaris嗎 對 對對對 你看吧 你們換位置好不好 後面的人往前 你們往後 那是高級的 高級的 高級就好 對 我們就 我們就 就買了一台新車 沒有 因為我們那是Toyota嘛 你一回來就會幫忙 Toyota不用擔心 他不會壞 對啊 沒有我沒有在演 我沒有在演 希望接下來可以在演 那那個 品牌的部分消掉 品牌的部分消掉 來不及了 來不及了 剛剛在 有說在家裡沒有地位 是有多沒地位 沒有啦 是開玩笑的啦 但是因為小孩子是這樣啊 就像我媽認 那個外勞 他會看他 我兒子跟女兒 他們也是怎麼樣的時候 也是要看我老婆啊 比如說他過來說 爸爸我可以吃這個嗎 糖或者什麼 我說可以 他 因為他媽一定叫他說 一定說過不行 對 男生好討厭 他才會來偷偷問我 男生好討厭 就是我們規定不能吃什麼 沒有沒有 我會配合他 可是因為 沒有我會配合 我會配合我老婆的 我倒不是亂給 可是因為 他有什麼時間可以吃糖 我很清楚 什麼時間 就是吃完飯可以吃糖 不能吃吧 可以啊 我們的 大法說可以 沒有沒有沒有 我老婆也會說可以 我們家有垃圾食物日耶 對啊 我們是很 比如說好了 我隨便講 我帶我兒子去看電影 沒有可樂跟爆米 沒有可樂跟 當然可以 一定要 我們強迫他吃 對啊 可樂跟爆米化嗎 是我老婆叫他吃的 媽媽很好 因為 我是沒有辦法 是喔 妳自己吃嗎 我自己其實也不太吃 那就是妳的問題啊 妳不要怪小孩 對那是妳 那是妳的問題 這種東西會sugar high 對不對 這是妳的小 我媽媽會很在意這個 晚上睡不著覺 沒有沒有 小朋友睡不著覺 你看你看不要吵起來了 不同的父母教養的方式 不一樣就吵起來 sugar high 是為了大人方便 你是為了照顧他方便 所以不讓他high嗎 可是小孩子本來就應該要快樂 就是比如說我會覺得 我會覺得有很多時候 我們自己也會一直想就是 是不是有一些我們認為的規矩 其實是圖利我們自己省事 是 然後但是我跟我老婆 但我沒有 我沒有否定妳的那個方法 也有很多朋友 也有很多朋友是不能吃糖的 我身邊也有很多 但大了 大一點就可以了啦 我說很小的時候 我沒有這種觀念 我覺得 從小就是 不是 當然比如說妳吃飯前不能喝可樂 因為妳就吃不下 實際意義 但是看電影 當然就是要可樂跟爆米花啊 這一連串的快樂妳不給他 她看電影就 所以她就少一趴 我跟我老婆的觀念都是 因為妳不會怎麼樣 身體終究不會怎麼樣 她又不是毒品 又不是什麼 又不是現在馬上會落賽或幹嘛 但是問題是 我覺得她當一個懂得享受生活的人 比這一些短暫的嗨不嗨 糖不糖 巧克力來得重要 好啦好啦 我等一下回去馬上買一包給他們吃 要讓就是 沒有 當然如果你不吃 那也沒有必要啦 我的意思只是說 因為我跟我老婆是這樣生活的嘛 對 那很好 所以我們就會 我們就會 基本上他們跟我們吃的東西 就很雷同 嗯 嗯 為什麼要強迫要吃爆米花 沒有啦 強迫是開玩笑 我要跟她介紹 我要跟她 我要跟她介紹 我就說 我就說 我老婆說的 不是我 我不是壞榜樣喔 是我老婆說 反正就是吃披薩要配 就是說吃披薩就要配可樂嘛 對 你不能吃披薩 我叫你配熱開水 太扭曲了嘛 跟雞排要配真奶一樣 對啊 就是雞排跟真奶一樣一起啊 對 對不對 這種快樂 他不會啊 他不會 他怎麼會不要 所以這方面跟老婆觀念是一致 我們的想法很一致 我們覺得應該是用我們合理的生活方式來 像比如說 看電視好了 我們也不會跟他說 你不能看電視 但是 他看電視的時候 我們會一直坐在他旁邊 我們會知道他在看什麼 然後比如說 我們給他看迪士尼的卡通 比如說他如果要看那一種 就是比較 我們覺得比較沒有營養的短視頻 我們就說這個對你沒有幫助 我們就不會給他看 可是那是現在的潮流耶 不能不能 不行不行 我們沒有這種想法 對你看 你看這個你又可以了 欸 爆米花 爆米花不行 對我是比較 短視頻可以 我是比較那種 讓他們一定要知道現在的時事啊 所以都是自己的喜好啦 內容 這是自己的喜好 對要是陪在旁邊挑選對不對 對對對 很重要 我們關心回時尚 對對對 不實際上 育兒育兒育兒度已經過去了 你想投資幾樣產業啊 我投資幾樣產業啊 其實沒有幾樣啊 就是本來的保養品 然後我個人投資我自己比較多 沒有就是保養品而已 沒有就保養品而已 還有直播 但直播公司我也不是 我就是直播 我就是case by case的工作而已 沒有特別 我不是一個很擅長做生意的 就不要太多頭髮 因為其實 前頭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投資做生意 其實很多時候 你錢投到你不了解的領域去 都是糟糕之多啦 除非說你真的有辦法參與 但還好我運氣很好 因為我有老闆嘛 我老闆他很喜歡弄 所以他們會介入 要不然的話 你看如果我突然說 我要開一家餐廳 你們就準備取笑我好了 就準備等歇業那一天 你們就來拍 就算說開了幾天 對啊 因為我又不懂餐廳 我如何能開三天 比如說你說如果有機會我們投資拍戲 我當出品方 我投一點錢 這個可以 因為我們能夠控制 怎麼就講到這個 跟衣服還是沒有關係啊 我想說你怎麼講著講著 我今天可以講一個休閒 休閒喔 其實我覺得現在 沒有沒有沒有 這是另外一個分享 你覺得我這樣穿有沒有有點像法式優雅運動風的感覺 有 有 有的吧 對不對 有有有有有 上班工作或者是吃飯都可以穿 其實我覺得 當然這是另外一個 就是現在我們會 比如說我們的選擇直覺就是 女生不會穿排汗衣 對不對 女生你們就穿棉梯嘛 然後穿排汗衣的你就覺得要去運動 但實際上現在有一些比較前衛的品牌 他們開始在做 呃 排汗衣機能布料 但是他做成你上班可以穿的衣服 就比如說你現在是穿一個白襯衫 那當然不是這樣 因為王妍現在穿了就已經很清楚的 這些非常休閒 當然可以做成白襯衫 然後你上班的時候穿 但你同時又能夠 比如說公司熱啊 或者你什麼伸展啊 你不會卡肩膀 因為女生襯衫不是長衣 你們都穿很小卡肩膀嘛 機能服可以完全搞定這個事情 但已經有很多人在做 然後有一些很高級的品牌 他們開始把西裝 然後做成機能布 所以我覺得COOSY PUNCH 就是他們現在把女生的這一個部分 就是定義的非常清楚 然後還有現在就是大家都在拍照 拍短視頻 對 現在女生去運動 其實都是為了拍照嘛 根本沒有女生要運動 女生的運動就是相機拍照 那 沒有沒有 我真的是有運動嗎 有嗎 有嗎 今天本來就定了一份 手指頭一直按這樣 恰恰恰 笑容 蘋果肌有練到 好啦 我的意思是說就是 因為COOSY PUNCH 就是現在 在 不是 你們這往哪裡想 你們這很奇怪 三立的 三立的 就是 我們COOSY PUNCH 其實他做很多高爾夫球的系列 然後現在高爾夫球 女生到高爾夫球 因為他的那個範圍已經越來越廣泛了 所以好多女生去高爾夫球 去高爾夫球 你一定要一直換衣服啊 女生嘛 對不對 每次去都要穿不一樣 比較漂亮嗎 所以我覺得他把時尚跟運動的結合 這一塊 我覺得是做得挺好 希望可以 因為那個老佛爺 這是老佛爺上次那個採購 因為我剛好那天我也在 他跟我們說 他說其實我們現在這個路線是很清晰 往這邊去 但他想要看到我們更多的創意出現 跟更多的可用的東西出現 就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方向 可是我覺得這個是 我們聽了他們的建議以後 我們接下來COOSY PUNCH 我相信在劉大哥的帶領下 會有更多的這一類的好的方向 其實他很厲害的是 他女生比較怕撞山或過激嘛 覺得他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他不管買了一年兩年 下一季五年之後都是可以穿 對 而且他不會做粉很瘋狂的設計 但是都很安全 然後他版型就是讓你穿起來 身材也很好 身材也很好 對 顯瘦 非常顯瘦 顯白 女生關鍵詞 上面 變遇變多 對啊 特別年輕 好像 我好像有耶 真的喔 很想聽 好像有一次 原來是這種心情喔 聽吧 我好想聽喔 我好像有一次就是 你們幫我拍的時候 上次拍廣告的時候 對就是有 就真的是有兩個小男生來搭訕 對我來說是小男生了 他怎麼說 第一句先說什麼 第一句說就是小姐妳好好看喔 小姐妳好好看 可不可以給妳要一個IG 可不可以要妳的IG 對 學一下 我不知道 然後我就說我沒有IG 不好意思 我沒有IG 不好意思 因為旁邊有經紀人在 但是他卻沒有在管我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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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很期待妳被搭訕 很樂見這件事 喔喔喔 可以是不是 我怕他 我怕你講說我給你 他改給你要IG 喔喔喔 沒有 沒有 那個 巧恩要辦婚禮嗎 你有被扎到 巧恩要辦婚禮有 當然有啊 他辦婚禮我當然知道 在你們都知道前 我就沒有啦開玩笑 但是我現在不是很確定 那個時間 我還在商量 我跟他還在商量 我現在 對對對 現在還不是很確定 我知道這個消息 然後我沒有在討論 但最後結果是 因為那個時候 剛剛好是 我們工作的時間是 比較熱門的時候 所以我們還不是很確定 最後情況會是什麼 嗯 但我當然知道 他的結婚 我要說 我其實想說不知道 但就覺得有點瞎 你知道嗎 對 怎麼可能 對對怎麼可能 對不對 那你有準備要包 巧恩我相信喔 他是不是很缺錢的人 我覺得錢對他來說 他的意義喔 就不是特別大 所以我覺得可能會用別的方式啦 嗯 對 比如說 錢對你收 招待他去巴黎 嗯 我想一下 送這個品牌服 啊 沒有沒有沒有 說他股份了 說他股份 他不缺錢 巧恩 嗯 他那個錢我不想造成 你也會想補飯婚禮 我還好耶 但我們有 我們有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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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拍婚紗照 因為我們當時沒有拍婚紗照 我們沒有補拍婚紗照 蛤 什麼時候補拍的 婚後幾年 欸 我是什麼時候 拍的婚後經紀人 我忘了呀 去年過年前 去年過 對對對 去年過年前 去年過年前 我老婆選了一個 非常好看的禮服 嗯 就圓他一個夢 對 欸 叫那個機能部給我們做禮服 因為我覺得我老婆還會想拍 一年要拍一次 那時候就全家補一起拍 當然 當然 總不能小孩說 欸你們走開 他有辦法嗎 小孩不能走開 他們就是 他們也要跟著拍啊 就是補拍照有 但補辦婚禮好像 嗯 沒有這個計畫 沒有沒有婚禮 因為很難啊 我覺得可能在小孩大一點 比如十幾歲以後 你不用管 現在你光想到 喔 我辦婚禮啊 朋友來一定要喝一點酒嗎 啊 回家還要給他洗澡換尿布 你就沒有興致了啊 等他們不用換東西的時候 不用換東西 就是不用 不用 我們不用take care他們的時候 那時候可能會想辦婚禮 到時候真的會請你們來 因為真的很久沒見到 剛剛攝影大哥 哇 每次來就是 第一時間就在旁邊 欸 最近這樣很好啊 我真的真的 我就承諾你們 等到我們有辦婚禮 補辦婚禮的時候 到時候一定會跟你們講 小孩會想辦嗎 就要等小孩大一點啊 十年後這樣 對那個時候補辦婚禮就 對可能真的是十年後 但那時候補辦婚禮 就不是婚禮的心情 就會是 我是等小孩婚禮一起辦 哈哈哈哈 對不對 不要嚇我 哈哈哈哈 那你幹嘛 不想 不想 不要太早結 對啊 不要太早結婚了 不想太早到 我有兩個 一個兒子一個女兒 對 那你應該是天心了嗎 我沒有 我現在還好 因為我也 我兒子我也是很抱 也是很親到現在 但是我不知道 因為我本人 沒有特別期待生女兒 我本來就沒有這個期 有的爸爸是很期待 就是說 哇我一定要生個女兒 對要生女兒 我還好 我老婆比較期待 因為她覺得可以裝扮 因為男生沒什麼可裝扮 然後 但不知道 因為我女兒就是 長得跟我有點像 真的 女兒都像爸爸 很像 真的很像 對 幾乎 這樣不在 三歲 我跟你講 上一次 上一次回來 哎 下次我給你們 劈一個長頭髮 很漂亮 要偷看嗎 可以偷看 私底下看可以 但不能 看一下可以 沒有明明可愛多 不要亂說 你不要拿一個嬰兒跟我比 我已經老了 很可愛 很可愛 很像 很可愛 很可愛 真的很可愛 沒有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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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好 還好 然後上一次是這樣 上一次是 很可愛 我老婆回來的時候 因為我們是分開回來的 然後他帶我兒子跟女兒 然後 我們有一個誰 其實反正就一個認識的人 認識我的人 看到我老婆的時候 他就在想說 欸 那個人是我老婆嗎 他知道我們上次回來 後來要碰面這樣 他就覺得很巧碰到他 但他不確定那是我老婆 因為他沒有直接見過我老婆 但他就突然看到我女兒 他嗯 這是明道的老婆 哈哈 不能偷生 真的不能偷生 好妙喔 對 小孩可以當中的花筒 應該很可愛 小孩也可以 可能 我也知道成交 我不知道成交有沒有準備 你說我的花筒嗎 喔喔喔喔喔 當然 十年後 可以啦 十年後他已經十 十五歲太大了 不同了 六歲就可以了 六歲就不用換了 先去陳喬恩的語心一下 我們 對啊如果 看喬恩怎麼樣 我們現在還不太確定了 但 如果時間切好了 你們有興趣知道的話 所以他日期都還沒有確定嗎 他日期應該是確定了吧 但因為他跟我講 他又不是發席帖 又不是那種 我跟他又不用 他只是跟我說 欸阿明我要辦婚禮 哈哈哈哈 我們又不是那麼 formal的 所以你沒有說到什麼 因為那個小喬 有說他有說到什麼 電子席帖 對 我這個我不知道欸 他們可能有收到吧 我反正他是 他是打電話跟我講 OK嗎 嗨 我們 以及 感谢观看